CENTA FEE 修旅車 講起了現代的CENTA FEE這台修旅車 可以說是現代車廠裡面的第一台 狂銷全世界的頂規修旅車 而今天試駕這一台呢 則是最頂級最頂規最天花板的GLT HD 它的售價是191萬9 而這台最頂規的車型呢 水箱護罩除了這個立體的花紋之外呢 也變成了琥珀色的顏色 前方的LED的投射式大燈呢 跟一般第一階的車型不一樣 第一階呢是裡面反光鏡的 但高階則是投射式的大燈 還搭配這個T型的日行燈 現在來說日本車廠呢 剛好推所謂的渦輪油電車 但是韓國的現代奇亞集團已經做出來了 用JK1600cc的直日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一個有60匹馬力的馬達 產生出中效馬力230匹 0-100的加速是9秒1 而且它1公升可以跑17.3公里 相當省油的 身為現代車廠 在台灣最旗艦191萬9的休旅車 配備非常的頂規 像是駕駛座 雙層的隔音玻璃 12.3吋的數位儀錶板 還有中間這個油電的系統 前面全部都是軟質塑料 加上皮質包覆的內裝 雙色設計的 但其實有個地方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手機無線充電板 是用插的 而且感應很靈敏 插上去一秒鐘馬上充電 這個設計很棒 手機再也不會亂搖 小改座的SENCAFE 它的後座空間長了3.4公分 而且它後面的椅子可以前後的滑椅 而且幅度蠻大的 而且這個椅背也能夠 大概有10段左右的調整 看起來做直一點還是要上面做躺一點的 而且如果你嫌空間不夠大的話呢 它這邊還有一個韓國現代奇亞集團都有的 就是前座這個老板的按鈕 可以透過這兩顆按鈕 移動前面駐首席的座位 讓你的空間變得更大更好坐 SENTAFE它的科技配備 還包含這個天橋式的排檔座 排檔是用按鍵的 還有旁邊這個DRIVE MODE 駕駛模式的切換 而且前面的雙座都有加熱以及通風的座椅 但是整個中控台這邊呢 超過了26顆按鈕 以現代車來講 沒有整個在螢幕裡面 算是有點不太夠科技 SENTAFE它是5加2的空間 但很多5加2的後座不好進出 還好這台SENTAFE呢 它有設計了一鍵 後面的椅子可以往前推 讓後面人很好進出之外呢 這第三排的空間 它旁邊這裡呢 還有獨立的空調的按鈕控制 以及的置杯架 算是非常的方便 但畢竟它不是一個正7人座 而是個5加2 所以第三排的空間 一個成人來講呢 它比較像是硬即容的座位啦 你看 我的大腿呢 是幾乎沒有支撐的 而前方調整我的標準座姿之後呢 事實上 它的腿部空間 還有三個指頭的距離 算是非常的不錯 SENTAFE呢 也只有最頂規的車型呢 才有這個駕駛座的迎賓模式 開門之後呢 椅子往後退 關門之後呢 椅子自己往前推 但這個迎賓模式呢 並不包含方向盤 因為它的方向盤 是四項 全手動的 這頂規的SENTAFE啊 有這個TURRENT 越野模式 可以切換雪地 泥地 或是沙地模式 但是呢 它的越野模式呢 並不是所謂的 橫時四輪驅動 而是REALTIME 四十四輪驅動 也就是前輪打滑 後輪才會作動 並不是真正的四驅越野車 好的 現在呢 來試一下這一台呢 SCC 它最新的這個 LV2等級的自動跟車 以及車道之中的搜索 當你在自動跟車的時候呢 它不會突然間 哇 渦輪增壓 加上油電的馬達 突然間 狂衝猛衝 讓後座小朋友全部都醒起來了 不會 現在進入到了隧道裡面去呢 它的這個車道的掃描線 依舊還是維持著 其實呢 現在很多車都是 標榜自己有LV2等級嘛 但LV2等級呢 實際開起來 加油起來呢 它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而這台車也沒有話講 它的確有到達這個 191萬9的這個質感 就連它跟車的加速減速也一樣是 這個等級車子 該有的高質感呈現 接下來要來體驗一下呢 現在台灣呢 市面上很少見的 渦輪加油電的組合 我能夠說呢 這個全油門下去的感覺呢 它的渦輪鎮壓起來之後呢 再加上馬達一起 吹鼓的這個力道的加速感呢 真的很有力的感覺 這台車是一個5加2的一個大型的LSUV 但是那個加速感 真的很有那種小鋼炮的感覺 而且是說來就來 雖然說這台車呢 它的引擎本身的動力呢 1600cc直列四缸 只有180匹 27公斤的扭力 而它的馬達只有60匹 而且馬達的扭力是26.9 中效馬力 聽起來也不過是230 但那種開起來感覺 真的就不像230匹的感覺 是一種更有力 更瞬間 更突如其來的爆發力的感覺 開起來非常非常的痛快 而且這台車它不能夠調動能回收的模式 但是呢 它的煞車感覺比較獨特一點 當我們現在進彎踩煞車 但是呢 一旦它轉速掉下去 進入到了這所謂的動能回收的區間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呢 你在用腳踩煞車的時候呢 你一定覺得說 啊我腳呢 輕踩就輕煞 重踩就重煞嘛 但是呢 一旦它轉速掉下來之後呢 有時候你輕踩煞車 也會變成重踩煞車的感覺是 比較不一樣 比較需要去習慣 這個車呢 它是非常智慧的四輪驅動系統 它也不是像Honda CR-V那種呢 一定要等到前輪打滑 後輪才會動 但我覺得呢 它如果能夠再貼近一點 比如說 在省油的時候 給我全部前輪驅動就好 更省油 當我需要動力的時候 給後輪再多一點的扭力 衝快一點 當我需要越野的時候 能夠把它鎖定的頻率 鎖定的效率呢 能夠鎖的比例高一點 讓我更能夠脫困 我相信呢 這個智慧型的四輪驅動系統 會更加的智慧 真的 我會建議你直接攻頂 因為呢 包含像是它的 全景天窗 內裝雙色的皮椅 前座兩個都有通風以及加熱的功能 以及呢 它的座椅的多項調整之外呢 就連駕駛座 它的腰靠都有四項 腿靠都有兩項 所以呢 要嘛 就直接攻頂 再來是呢 這一顆1.6的Hybrid的引擎 很多人在敲碗說 可不可以趕快 引進國產的土桑上面呢 這也讓我非常期待 因為今天開了 最大的感想就是呢 這個車的力道 比我想像中 拿的有力非常的多 而且呢 這個Ride Quality 只有安靜的隔音程度 不愧是LSUV 畢竟呢 以現代的在台灣銷售的休旅車來講呢 這Centafit一直以來都是旗艦 而且呢 這台車是最公頂的 191萬9億 以韓國車來講呢 價位也已經算是中等以上了 所以我建議你 如果要選擇Centafit的話 直接公頂 不然的話 我們就選擇Tucane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車開起來真的跟 國產的Tucane 完全不一樣 真的有那種 價差八十幾萬的感覺 而且這台車 開起來真的 一點都不輸給福斯 一點都不輸給Lessus 建議你到展進去看一下 來自菊島的尊榮味蕎宴 澎湖符棚喜來燈 五星嚴選頂級海皇干貝XO醬 極致口感鮮甜海味 嚴選新鮮頂級海鮮 有肥美鮑魚 新鮮大干貝 高檔石斑魚 蜜製獨家配方 拌麵拌拌入菜都適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馬上擁有 快點購獨家組合熱賣中 上網搜尋快點購 海皇干貝XO醬 美味送到家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八九四輪驅動 真的 就算是這麼濕滑的路面啊 四百滴啊 五十一公斤的流力啊 開起來其實 真的沒在怕的 最熱門的新車場鮮 沒有再客氣了 他真的就直接甩尾了 踩熱門 他直接進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靈敏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這麼拉起來不費力的 這邊 哇 超級深的自動空間 它的真正威勁呢 是真正的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一週三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 按讚點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